在香港歷史最有感的球隊之一 被譽為香港足球團的少林子 造就不少本地球星 南華足球隊曾經贏過聯賽17次 聯賽杯一次、銀牌20次、足足杯8次 還曾經在87-88年度、90-91年度 朗布聯賽、銀牌、總督杯和足足杯四大目標成績輝煌 武警不順直至05-06年度 南華故急失敗 但最後足足挽留南華在駕組作賽 06-07年度球季 羅潔成先生在相隔十四年之後 再次入主南華,成為南華足主 羅生入主南華之後 銳以進行改革紀頓 創造出一隊新人士、新作風的球隊 06年8月 南華足球隊全隊球員 穿著不定細裝出席記者招待會 令人眼前一亮 由此刻記 從球隊的內部管理 以致對外形象羅生十分尊重 南華在米露5分之後熱戰熱勇 球隊的信心和狀態明顯上升 而南華今屆其中一場代表作 就是在聯賽對著香港明白 以8比0大破對手 說今年球季最高入球紀錄 令到不少本地球迷 重新支持南華和本地足球 至於在杯賽方面 更加可以說是先為投奏 戰後擊敗了劉鑼、魚丸、玄華和牛 打入決賽 最後以黃鎮宇的世界球 和機市公司的十條馬 以2比1連環香雪神器 勇奪高級組銀牌冠軍 究竟今日的表演賽 南華和華奔水上這兩隻希望 可以同振無封的球會 哪隊可以贏出呢